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有国法 论理 这些事是轮不到我们管的 可是这些年 李先生对我们的帮助实在是太多了 要是没有他 咱们就没有今天 也可能活不到现在 是啊 李县长对我们春月聚社 是有大恩大德啊 现在李先生有难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枪毙 做人还是要执恩图报的 咱们一起想想办法 看怎么样能救他一命 小姐 李记道是按汉奸抓起来的 咱们去救汉奸 那怎么说呀 说不定那些小青年会过来砸咱们厂子的 可是我们怎么救啊 就那个姓刘的 最会专模作样了 要不然我们去找找白先生 要是白先生出来说话 姓刘的也不能不买账 那我去试试 不是说不找白先生了吗 敬你多岁 这种时候 还顾得上什么面子不是面子的 这种时候 还顾得上什么面子不是面子的 你们也太子讲理了 听我说 听我说好吗 你们没有中和 那不能怪我们 震灾会也不是国内政府 听我说 听我说好吗 你们再这么闹下去 那你们就彻底没人拐了是个梦 大家不要乱 不要这么拥挤 不要这么拥挤 大家不要看 再少智慧 这么后期没好办法 专队 从今天开始 震灾会的事我不管了 别再找我了 不是 严谨 不是故事 小郑还没回来啊 他已经走几天了 走了九天了吧 应该跨回了 你们两个 马上去震灾会 通知各位委员 我在北门等他们 这事你还管呢 什么意思啊 专访是那么大年纪了 咱们能让他一个人 去重逢贤政 不是 你刚才不是说 你管这事吗 没事啊 一群快要饿死老百姓 我跟他们计较什么 快去啊 好 走 老帅 郑老帅 陈周 没伤着吧 没事 您呢 这两天啊 我一直睡不着 虽说官民政府回来了 光复 什么时候他们 才能把事情换好 当官的都一门心思 想升官发财 嘴上说自己是民众的公主 实际上心里早就认定 自己是民众的老人 这么多的灾民 光靠我们这些人 四处奔走 能起多大作与我 像现在这样到处话言 肯定不是长久之急 那什么呢 国民政府呢 他们就不管 他们就眼看着 老百姓被饿死 现在的国民政府 正在集中精力 去对付共产党 那顾得过来吗 博士 张先生 他们都到了 好好好 今天啊 把大伙找来是要商量的事 自从李基道被抓以后呢 这周厂 县府就再也没有给粮食送过来了 所以啊 这两天粮食缺口特别大 我刚才跟严州商量了一下 打算把剩下的钱 全都换成粮食 赶紧把这缺口堵一堵 大家会儿看怎么样 那以后怎么办呢 哎呀 还是先顾眼前嘛 要是真把他们饿疯了 还得造反 那刘安国那儿 还有什么指望吗 我再去找他 人长我跟你一起去 赈灾会是待你受过 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叫待我受过呀 灾民的情绪 本来是冲着官府来的 他们误以为赈灾会就是官府 也就是说今天 老百姓应该揍你一顿 结果揍 揍我一顿 白先生 我跟你说过 别管闲事别管闲事 你看这个非得管 你看 哪地方不能随便去 赛民都是疯子 亏你还是地方政府官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子民的 这 这 这 装先生别动气啊 我 我就 白先生 我 我不做 你现在就告诉我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舟场送咒 这我确实不知道 那不行 你必须知道 你逼我干什么呀 白先生 你又不是你们家这恶肚子 你这 我刚劝我你别管先生 你挨揍还没挨够 你看你看 你们政府要是能管好这些事 还用得着我们这些人跟着着急啊 你看看你来了这些日子 你都干了些什么 这么多灾民都快饿死了 你一点都不着急啊 庄先生 谁说我不着急 我着急啊 可是我没钱 那呀 我一旦筹到钱 我全部拿去这里灾民 哪怕我饿肚子 我天天喝白开水 这总成了吧 白先生 你回来了 欧阳小姐等你半天了 我替你招待他 谢谢你 听说你受伤了 没事吧 没事 那些人饿着肚子 大人没力气 以后可得小心点 我们今天啊 把赈灾汇所有的钱拿出来 都买成了粮食 老板 光靠你们几个募捐 养活不了那些灾民 那你说该怎么办 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讲讲 你还要给我上课 来嘛 我跟你说啊 地方上的粥厂呢 只能是个中转 你们得让灾民自己去找活路 你说 真要到什么赤地千里了 财主一样变成灾民 哪有钱养活他们呢 这 这话李济道也说过 其实我发现你们俩还是挺像 我跟他不一样 道理是这么回事 这实际呢 不是这样 那些年轻的 有劳动力的 在本地待不了几天 就出去自眸生路了 而剩下的 都是老肉妇孺 和那些因为各种各样情况 走不开的 那怎么办 这些人都让他们饿死啊 不是 老白啊 一个凡人 老把自己当上帝 你说不累死你 累死谁啊 你说得不对 因为需要上帝 世上才有了上帝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别人的上帝 我可不想当上帝啊 现在就需要你做我的上帝 我跟庄先生商量好了 我给你透露一个秘密 你很不幸 你这位大财主被我们描上了 那帮 我 你不能说话 现在你说任何话 都是为自己找借口 我现在最想听的 就是你说一个数字 告诉我到底想捐多少钱 不是 哪你们这么募捐的呀 你们这不是 强取豪妥吗 所以你怎么骂 陶董事 你看 欧阳小姐等你半天了 聊你们的事去吧 你呀 你已经耽误我事了 你等着 我还没跟你聊完呢 我跟你说啊 我和龙泉恩断义绝 就算龙泉的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拿出一毛钱 你就是想一毛不拔 聊你的句吧 我知道 这段时间 你在生我的气 庄先生 庄先生 他可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因为我们 我们要找的那批宝贝文物嘛 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跟龙泉恩有关系 所以呢 这段时间 我 有可能会经常地跟他接触 偏偏这个时候 龙泉恩跟李吉道跟你说 说 说 说什么 他爱我 莫名其妙 我总不能因为这个 就放弃这么重要的一条线索 明哲保身 必挂天立下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了吗 你 你想跟我说什么 是李先生的事 你想搭救他 因为这些年 他对我们巨社 还有我们这些人 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欠他很多人情 所以 这回人家有难 我们不能不报啊 反正我不太明白 像他这种情况 算是罕奸吗 国民政府 对罕奸的认定标准 历来不是很明确 尤其是光复之后 出现了一大批这样那样的潜伏人员 让这个标准更加地乱 我认为 像李吉道 逮捕他审判他 应数正常 不管他是不是韩奸 反正他对我们有恩 不是说上帝吗 那个时候 我们在战乱中跑到龙泉 是他收留了我们 他就是我们的上帝 谢谢 是啊 你 你这种感恩之情 我当然 我当然很理解 可是咱们不能把个人的情感 凌甲于法律之上 展开调查 公开审判 最终惩办罕奸 这才是正确的司法程序 我知道国家有法律 但是 人不应该吃恩图报吗 应该 应该 你可以这么去做 不过 我只是想 让你去跟刘安谷好好说一说 放得起声音吧 他说了也不应该喝 我知道这有些为难你 你有 有些 但是 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 这话我真的没办法去跟他说 没关系 你带我过去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跟他说行吗 关键是这事不能这么做 是 欧阳 你应该相信我 我太愿意帮助你了 你的事我怎么可以不管 不过我认为啊 你现在需要改变思路 如果想救理机到 咱们可以用别的办法 比如咱们可以向当局 要求司法公正 比如咱们 咱们可以筹钱 为他请最好的大律师辩护 帮他寻找一些 对他有利的证据 这样 这一些才是正确的做法 咱们能向对方 咱们的笑容 这会释到 Сang 咱们尝试 不认为 那监国 始争 则伤罪 应该在此 不可能真正地强大 这是我的信仰 不能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信仰 泡到脑后 可是现在 龙圈还有司法公证可言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争取 那一定会有 那要争取不到呢 争取不到 我们就去上座吧 到那个时候 人都已经死了 你不能再去 我不能再去 洛阳 对不起 让白先生怎么为难 太好了 小声红烟 低声寒 月上柳梢 轻满横 红袖天香 初一安 雨说欢休 且虽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虎翔 抄家 阿云 奉军政会指令没收汉奸资产 刘主任让我给你带个路 阿云 上有老下有小的混口饭吃 好 这个 你到哪里家 不就是混口饭吃吗 我能理解 现在才来啊 早就等着你们了 进来吧 欧阳小姐走了 欧阳小姐走了 她请你出面营救李济道是不是 这个欧阳梅呀 倒是有情有义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别误会 李济道在龙泉经营这么多年 手下部署那是遍布权限 可是到现在 替她出来奔走的 竟是一个红颜知己 所以我说呀 这欧阳梅有情有义 我听说逮捕李济道 已是莫合推手 也没什么 删了个小风 点了个小火 你打算最终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很简单啊 抓她 审判她 枪毙她 不是 你们 你们怎么都 都这么糊涂啊 凡事都要讲法律 你是个商人 你不能动用自己的力量 凌驾于法律之上 你无权干预司法是吧 我一家七口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 怎么没人跟我讲法律呢 这李济道就该死了 他干那些坏事 庆除难输 现在和平了 你可以去解诉他们 中华民国讲法律 你是痴心妄想 行行行行 你是理想主义者 咱不说这个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我早就听说 欧阳梅是李济道的情人 刚才我仔细看了 我确定 她不是 你凭什么看见 我曾经沧海啊 我年年月月在女人堆里打滚 我什么没见过呀 这欧阳梅 梅清秀 面色庄重 举手头足之间 有处子之秀色 对对对对 你给我打住吧 越说越不像我 你说 她在江湖上也漂泊那么长时间了 出于你而不然 这招挺奇怪的 你才奇怪的 你想杀李济道 她想救李济道 你反过来她夸她 你 她一个姑娘家家的 知恩图报是好事 我跟她计较什么呀 再说了 打二到岗 你们俩入洞房 我给你们送喜酒 我就看出来了 你呀 你是真喜欢这个欧阳姑娘 是不是真的呀 什么真不真的 你不是曾经沧海了吗 你还问 我看是真的 二闹岗的事弄假成真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看欧阳姑娘 真生气了 没事 这事我能跟她说清楚 弄假成真 你这是为难严重的 她说得不错 她占得比你够 当然了 你也没错 你知人图报 想把李济道救出来 这也是人之常情 我就不该找她 你找她又怎么了 这人根本就不同人情 她就是这样的人 认理不认人 这事要换成东宁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以你的脾气 肯定是跟延州桃园熟 你可能还不知道啊 延州已经给她上海的朋友 发了电报 让她的朋友呢 在上海 物色和大律师为你提到便 钱东宁也给刘安博发了电报 让她做法律程序 我想东宁这封电报 也一定是延州惹的发 其实你知道 延州对李济道 并没有多少号 她所以这么做 还不是因为你 可十五号李先生就要被枪毙了 应该不会吧 我想延州跟东宁的意见 刘安博不敢当耳旁风 十五号 应该不会直接拉出去枪毙了 那您说 白先生会不会误会我 误会你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帮李先生 他 他 他确实这样问过我 他怎么问呢 也 也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那您怎么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知人图报 要我说 你大可不必 你拿点吃的喝的到监狱去看看呢 也就尽到人意了 说实话 他 在龙泉 多亏了有李先生帮忙 所以在这种时候 于情于礼 我们都不能不管他 你不认识 竟然有这样的巧事 你姐夫在马俊杰手下 当过失业 先生 这是没影的事 倒是刘安国一进县城 李济道想把我 安插在他的身边 这不会是李济道 在这之前疏通的关系吧 阴差阳错的事常有 将计就计 见机行事吧 先生放心 刘安国比李济道好对付 大义施荆州 切记谨言慎行 你老母亲痛风需要的 几味草药 我已经采齐了 回头派人 给你送到家里去 谢谢先生 主任 我已经告诉庞锡 您让他搬走了 一会儿你去看看 东西他一价不能拿啊 好 对了 那小寡妇 给日本人干过什么呀 这都没有 这女子会盘算 不爱出头露面 怎么没把他一块儿抓了呢 本来是一起抓的 那林少爷说 把他放到外面没有用 孔先生喝茶吧 好 谢谢 孔先生 我还担心你不肯下山呢 您这一回来啊 我们就有办法了 李先生 李先生对我也有救命之恩 他的生死 我没办法袖手旁观哪 刚才在学校碰见几个小先生 他们说我们肯定是疯了 居然去救李就到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一个人活在世上 总有一多半的事情 并非是你情我愿 是啊 但凡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了 小三个啊 吃辣椒酒 我去炒几个菜 不用了 我已经戒了 您都戒久了 山上没酒正好戒了 十五号枪毙的通告 取消了没有啊 没说取消 只说是延期了 白先生去上海 物色大律师去了 大律师在龙泉没用 没用吗 没用 刘安国是借着 承治汉奸的名义 把李先生拉下马的 他和他的后台老板 看中了龙泉这个地盘 他们不会跟你讲法律的 最多是拿法律 装装门面 做罪样子 我就说嘛 那性格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来是白先生想简单了 白先生是证人君子 他不懂这些门道 回头谢谢白先生 不用花那个冤枉钱了 有谁去大牢里 看过李先生没有 问了几次也不让进去 其实啊 对付这些事 李先生最有办法了 咱们现在啊 要想办法见到他 听听他的主意 咱们还是想想办法 把大虎小虎先弄出来 他们两个是小人物 刘安国未必会放在心上 没有他们两个 好多事咱们这些人干不了 好 说也奇怪 庞青云也不急着救人呢 他现在和东梅连门都不敢出 我看庞青云可不是胆小的人 是 主任灾民又抢东西了 抓了十几个人 赶紧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保安大队一共就一百多号人 人手不够 那每五六百个人押不住阵脚啊 招人呀 没钱呀 需要多少钱 吃饭穿衣加上心想 每人每月至少得五个大羊 这钱钱钱 上哪找这么多钱呢 这是李基道家抄下的清单 就 就这么点啊 全在上班 都写得上的了 李基道就这么点加点 李基道这个人大手大脚 钱来得快去得也快 那也不至于这么点啊 安国 那我就不清楚了 安国 说好十五号杀李基道的 怎么又不杀了 你先别着急 事情是这样的 钱东宁来了电报 白眼周也反对 非要依法审判 那是先依法呗 钱东宁他管不着龙泉的事 白眼周更管不着了 我知道他们管不着 但是他们说得在理啊 我真不想把这件事闹僵 非得到上方去仲裁 上面那些你不知道吗 一定会在白眼周 他们这帮名流面前装模作样 显得自己多么地从善如流 多么地民主 安国 你要不杀李基道 你在龙泉就坐不稳屁股 你信吗 知道 我跟你说啊 就算依法审判 李基道为日本人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他一样活不了 夜长梦多 我知道你报仇心切 但是急得不是这一时半会儿 五强 你说 要不要赶紧杀了李基道 这 这话我怎么说呀 这话你怎么说 当然是说杀了好啊 要不然李基道翻过身了 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对不对 你笑什么呀 说呀 既然前天大少爷和白先生 都这么说了 我们如果不开庭审判的话 都显着我们有点做贼唏嘘了不是 这话说得在理 就这么定了 我想 看看审判厅怎么组织 就是 给我拉个单子出来 你放心好了 李基道现在就是一条臭咸鱼 他这辈子翻不过身了 你不想找李基道吗 我怎么不想呢 李先生这个人牙字被曝 万一他要出来的话 那我就完蛋了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 那我只能那么说呀 我得顺着留住人的意思 我这商有老虾有小的 我得在这儿混饭吃呢 告诉你啊 你应该知道 李基道轨迹多端手眼通天 他要是出来了 那麻烦大了 现在要不杀他 以后就没机会了 那你说 该怎么办啊 你得告诉李韩国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不下手 自取灭亡 林少爷 这话我哪能说呀 难怪人家说你是三朝远老 混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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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 也没这么混着吃的 就是混口饭吃嘛 大家别急啊 别急别急啊 慢慢排队啊 别急啊 你说这个刘安国的粮食 什么时候能弄回来啊 这次答案倒是挺痛快的 他说一定要抓紧 我看选 短时间内 他根本就弄不回来 你就不能友好点 一说起他你就这态度 不是 他那个政府啊 压根就没组织起来 你知道吗 慢点慢点啊 他就是缺乏经验嘛 其实那这个能力啊 是差了一点可还可以 不是 他不是能力和经验的 问题 他是政治方向有问题 什么政治方向 小心点 这好的政治 是以民为本 民主政治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就是讲的以民为本 但是你说这个李继道 和刘安国他们 还有那些政府官 根本就不懂这些 你只要一说起 国民政府的官员 你就慷慨激昂 干嘛 你开批判会啊 就应当批评他们 这些灾民 都快饿死了 这么大的事 人命关天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找了钱扩大保安队 镇压这些灾民 这也是人哪 他们有权利生存下去 你博股通筋 你说说 这叫什么政治 那要换你们 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的根据地 那儿的条件比这儿差多了 可是根本就没有一个灾民聚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组织抗旱 组织劳动力 尽量避免灾害带来的损失 还有 帮助老肉病残和乡村政权 同革命根据地政权签订保证书 不能饿死一个人 没有饿死的 没有 我们那个地方 如果说在哪个村子饿死了人 那是耻辱 巨大的耻辱 那些领导 他们根本就没脸见人 不饿死一个人 这共产党怎么办到的 你应该好好请教周睿 人家共产党在这方面 是有很多切合实际的办法 好 我改天登门办法 一定好好请教请教 怎么还改天 现在我陪你去 今天不成 总司令部的郊区处长到 我必须全程陪同啊 交际处长来看 龙泉盛产珠宝 当然过来买珠宝 正好你来 帮我看看 这块料怎么样 我军队也采办珠宝 总司令部每天来那么多客人 尤其是上面来的人 谁没带点礼物走 破石榴一块 这 这怎么着 当主任 你来正好 破石榴一块 怎么回事 这 这也不能说是破石头 就是料不够纯 稍稍有点瑕疵 改天我再去找嘛 别改天 今天必须找到 几家珠宝店的老板已经到了 价钱跟他们谈完了 他们坚持要现金付账 别跟我提钱 说别的 不是 那样板已经给他们了 而且饭庄都打好招呼了 好 我马上过去 那 那 白先生你在这儿啊 博先生 日理万机 让白先生见晓了 上又老下又晓得 混口饭吃 白先生 不陪了啊 白先生有事吗 请你帮个忙 这个难题只有你能够解开 我还有那么大能耐呢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那您还是别说了 我怕让您失望 我们 我们 把和文物相关的人员 开了一个名单 大约有四十多个人吧 我一一排准 现在只剩下了二十多个 欧阳 你猜猜看 最值得我们怀疑的 派在第一位的是谁 猜不出来 实力即到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不跟这似的 任何结论 只有通过调查 才能够得出 我们了解了 当年和李济道 走得最近的几个人 现在只剩下了一个 你说孔千山 很聪明 他是不会保你的 李济道 对孔先生有救命之恩 他不会在这个时候 落尽下尺的 你说得很对 他以自己 既性不好为由 拒绝提供任何情况 可就我们了解 孔先生 他不是个不明是非的人 说了那么多 你要我帮你什么 让你去找孔先生 从侧面打探一下 当年李济道的情况 当年李济道的情况 为什么一定是我呢 你的话 孔千山他最听 对不起 李先生也对我有恩 我帮不了你 可是非呢 公义呢 公民对国家的责任 这些都可以不讲了吗 你们和李先生的交情 就比什么都重要了 就连戏文上 还有那么多的 大义美心的故事啊 仁义李治心 讲的就是大乃大义 而 戏是戏 对 生活中的我只是个小老百姓 不懂什么大乃大义的 为我们提供帮助 未必对李先生不理 万一通过调查 排除李济道了 孔先生要是身明大义 受众受亲 他应该分得清楚 对不起 白先生 我帮不了你 他让我失望了 李县长 有人来看你 舞杨 辛苦了 请个方便 这欧阳就真不愿意帮咱们了 这人不是吗 是吧 他总有自己的原则不是 当然了 虽然这个原则那他未必正确 他总得坚持不是 欧阳也真是 他怎么能连你的面子也不给呢 可是现在到了这个情况 除了欧阳以外 就没人能说服得了孔先生 这个孔先生如果说服不了 我们这事情就进行不下去 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你让我笑定会儿不行吗 行行行 我这不是也着急吗 是吧 要不 要不您再跟欧阳去好好说一说 把这个事情 我怎么跟他说 我还怎么再跟他说 你把你的魅力全发挥出来 那不就得了吗 二位聊着呢 怎么了 想通了 准备捐款赈载 钱嘛 我是不会捐的 不过我真心诚意 请二位就喝一杯 你 你有那钱 还是捐给在民吧 快吃吧 菜要凉吗 欧阳 日子定了吧 什么日子啊 什么日子啊 枪毙我们的日子 是不是已经定了 没有的事 那他们怎么放你进来的 这庄先生找了刘安谷 我们也给了点钱 是这样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 前些天他们也不让我们进来 说是不让你们见外人 孔先生下山了吧 您怎么知道 我看你们做得有章有法 又让他们两个住到我这个耗子里来 我猜 我猜 一定是孔先生下山了 孔先生说 让我一定要见到你 他去找了胡祥 胡祥倒是买了他面子 就是花了点钱 胡祥这个王八蛋 等出去以后 看我不揍他的七窍流雪 你揍不了他了 胡祥 现在是刘安国的 秘书长 他是谁的人 现在还说不清呢 孔先生真的想办法 把大胡跟小胡先弄出去 孔先生真是高人哪 佩服 你的心里 他人的心里 错了 你 情 老孔先生 他人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